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郑鸿宜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 全世界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 这两位来宾呢 他们是应该是说 资深的反克纲的学生 资深 新年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野百合之前更早 他们就参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那所以什么野百合 其实都已经比较后面了 那这两位是谁呢 第一位呢 他是国票金控的董事长 他是洪三雄洪董事长 洪董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欢迎 洪董是1949年生 所以1949年现在应该是算65万 65万 对不 所以如果65万你就知道 野百合差不多是 徐永明林家隆那台 45万左右 45万50左右 那接下来是他的 阿拿大 美丽的太太 陈灵玉律师 陈律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 听众大家好 陈律师 年纪我就不讲了 谢谢你 因为两个人相差40岁 偶尔可爱的地方 我偶尔会会说谎 陈灵玉律师 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其实反正在律师界大家都很熟悉 不只在律师界 应该是说在社运界 在金融圈 在各方面都很熟悉 陈灵玉律师 那两位是神雕侠侣 这样 那为什么今天要访问他们呢 因为他们最近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书名啊 是叫 《野椎翼似水年华》 时间在过也很快 所以想到以前过去 有很多 他们写给被召唤的青春世代 青春世代就古年太阳化学运 今年是反克纲学运 这样 那这本书是由原神出版社出版的 原神的简志忠简董事长 其实来上过我们节目两次了 第一遍是说他的人生故事 第二遍是说他的 秘密基地 他说到大家都念面试 我们两个都是 我们两个是快乐学习协会的成员 对 我们两个是 他是董事 我是检察人 好啦 其实董事检察人是个头衔 简单讲就是说 义工 红三雄跟陈灵玉 义工也好听 红三雄陈灵玉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人 默默在背后贡献耕耘 其实我认识他们 其实还蛮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很敬佩 那今天邀请他们来 其实就是说 想要来说就是说 你们是怎么想要出这本学 可不可以先女士优先 林玉先来说 我想这本书 第一页就是写说 是为了感恩与省思 这个隔了很久 尤其是在去年318学运之后 太阳化之后 我们就回想到1970到1972年 那两年 我们两个说在台大杜眷花城里面的 禁忌青春 那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们争取言论自由 民主生活 然后最重要是那时候也推出 这个重要民意代表 应该全面改选 那时候是不能选举 没有选举 都所谓的老贼 老贼 然后我们有老师一直帮助我们 不只是指导我们 而且是科护 而且是几乎是用生命 用他的前途 你准从台大法律 对 三雄是我大一年 三雄是法代会主席 然后我是接他的法代会主席 法代会是什么 台大法学院学生代表会的主席 所以我们两个是因为 接任主席的关系 所以整整两年 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是我一直用法代会主办活动 那三雄呢 就做台大法院社社长 他把我全部活动的内容呢 用文字算布出去 而且以前法学院出版的 这个台大法院只有两千份 我们把它变成一万份 然后从法学院发到全校 其实不只发到全校 发到全大重要的全校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只 想把言论自由民主生活跟人权 这些观念要散布出去 那时候 然后当然后来就产生了这个 超越了政党 党政党国他们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当然就寄过 然后什么都来了 你有被寄过 对啊 我们两个都寄了两次 然后三雄 尤其三雄是寄大过 所以就 抄行不行嘛 就当大头兵 然后限制出境 不能考育官 对 然后就限制出境 那这个 然后就业就不让你 因为有一个仁二嘛 仁二是 对他其实当时黄兰银行是要求台大有前三名毕业的男生 他们是主动去要人家来就业 对 可是当时他去报道之后 马上就不要了 就是这个 他靠有问题嘛 他靠有问题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隔了二十年之后到美国去 才发现说其实那时候是有老师 有训导长在救他 或者就抓去管了 你这样回头回过头来就是讲 为什么要持这本书 就是说我们要让现代的人知道说 我们当时有那样的老师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然后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包括韩中某韩院长 法学院的院长 他也是一只护卫我们两个人 到最后呢 他去台大要选他当校长的时候 就没有通过理由就是说 法学院有很多的异议分子 都是他的学生 所以他的思想也是有问题 不能当市长校长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连去的院长就觉得 我们那些市长其实已经过世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亏欠这个市长太多 我们能够做的是把他们的理念 把他们爱护学生 他们怎样去应付保护学生 应付外面来的压力 就是说你是一个老师 你怎样应付党政来的压力 然后你怎样保护你的学生 不只这样你还站出来 为学生教导我们一些论述的基础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要很相识的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老师感恩的 唯一的可以做的事 那所以为什么叫感恩 第二个是省思 就是说 但我们也反省 那时候做一次是不是做得更好 那时候也有反省 到时候我们那时候对老师 甚至也有一些误解 那时候对我们寄 把我们两个人寄过 我们都觉得那是万修人 隔了20年发现 他真的用过寄过去应付外面的人 是在一起来保护你 来让你没有被紧走 来把你抓去 20年后你知道这个故事 你的人生的创集是很大 那不是说痛哭流涕 人哪会这样 你哪会怎么会这么肤浅 用自己看到的事情 听到的事情 理解的事情 去判断一个事情 了解 所以我觉得在做学运的时候 也应该要 要理解自己的盲点 跟自己的缺点 老师的爱 其实是用寄过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 要不然你们被警总抓去了 搞不好 没有错 所以那个是很大很大的形式 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我们两个自己的反省 真的 那所以我们觉得这本书 之所以问世就是在这里 否则的话 真的就像这本书讲的 适水年华 年华适水你何必追忆呢 为什么我们说也追忆适水年华 还要来追忆 追忆的本身是为了感恩跟省思 一定要追忆 谢谢你 因为我很多被启发 就是因为书 别人不写下来 我都不晓得他们发生什么事 我看了以后越看越感动 所以我就被影响了 真的 你真的不晓得你这本书会影响多少人 我先讲一下 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好 我也追忆适水年华 是由原审出版社出的 三雄兄 你是什么事情 你记得了吗 就是出台大法院 因为那时代 我们年代的发行业 都做了两年 1972 我是先做发行业的 海生代表会主席 我专告给他 那时已经是钓鱼台事件 这些自由的事件 我告诉他说 我们钓鱼台那是 哪有哪有哪有 没用 我们应该是 怎么让台湾 要走上一个 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路 这是我们应该 要去奋斗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说 我下定了 你来竞算发台会主席 还是你那时想要去趴 没有 那时 这里面有点爱情 其实那时没有 那时也不知道 一心想说 哪里的主政者 一直在欺骗我们 那时的总统是 中间说 那时总统还要去中间就 中间就 所以就是因为 因为这样 这个背景 以前开始 如果这样的时候 没有 他来 法台会主席 办法党 我来做 法台会的 副省 台大法院 怎么办这个项目呢 你是言论的尺度 已经 踩到国民党的底线 就对了 对 那时大概第一个家 以前是这样 你要出学生的项目 一定要经过学校 深谷 对 分度宁愿 高官地深谷 我是第一个 突破这个阵阵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从我直接出 发表两批 发表两批 分钟 发表两批 之后 才开始 有渐渐 跟好好地 大家 大家 说来说去 要问 要问 他就放了一些 要问 你中间有计几个大国 我计几个大国 很出名 这个大国是我 比较之后 我六月比较 八月才给他计过 有什么 我不知道 哦 第一次是计两次 第一次是小国 第一次是小国 小国也是一个 很败的记录 是啊 对 这就是 我说 是我们 我们之前 感觉 才的老师 这韩宗母 我们就计过后 韩宗母吹文 他跟我们怎么说呢 他说 一般大学生 弘技果 都是 作诊 什么等等 那是种耻辱 吃分外面 热泡 喝酒 干嘛 但是 因为这弘技果 这是你们的公用 勋章 对 一个老师 会跟我们说 这都没了 现在想起来 如果没有 那种爱护学生 鼓励学生的意志 和心情 没得到达成 你 在台队做这个事情 还叫他记录 你自己敢不怕 那时候 我说 吃米糊 不怕穿 所以刚才我们在闲聊 你可能会有开除 是啊 没开除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说 那时候不是有这个 韩院长 前面的 韩院长 前面的 前面的 张德福信老长 没可能有那时候的 中文 也没可能有 我们 今天 你是中华 红院的人 是 红院比较 比较 算比较 算比较 我们老的 让你认为台大法律 我们老的 怎么知道 你这个 你没什么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怪我们老的 因为 因为他是 我们 那地方 师修的老师 师俗 因为我们老的 不是青鸟人 青鸟主席 尬汉奥的 就对了 他说尬汉奥 看门 所以在地方 很有任务 对 地方不关 大小的事情 有什么问题 他去摆盖 都在摆盖 因为这样 慢慢接受 一些法律 案件 什么 那时候 他就发现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 开始不公平 所以 以前 台湾才开始有 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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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台湾 过来的时候 要没有 地方自治 大概40多年 才有开始 他就开始 插地方自治 所以在中华 他都支持一个 中华 叫做摄分 哎呦 支持中华 他说 叫摄分 这摄分是 日本 党 怕 帝国 大学 的 以后 不死 哇 了不起 你中华在 但是 他的金属 经常都没有人 为什么 因为外面 差不多10公斤 20公斤 就 都 情治人员 都 都 住宅在那儿 所以没人敢去看 在这场上 我们老婆 都给他支持 做一个总監事 在那边之后 第二边 第三边 要开始做的时候 计算来 开始要计算 我 支付车就来 我们家 我老婆就 在 在 在 做什么 在 在 队众 隔离 让你没有计算 中安事 几乎 每个人都是这样 计算 算 开票 开算 再帮你 帮你 那不是 民国 40几年 1950年的事 对 对 40几年 所以你给收 你的内部影响 真的吗 应该是这样 你老婆 知道你给记过吗 他知道 知道怎么跟你说 他知道的时候 他就 我这个指令 上面有什么 他说 那他吃什么 他不是说 你夭壽死了 你不能够这样 对吗 所以 我 所以 买这本 用的 我真的 真的 那时候的老师 和学生 学生 北部中间 像家里的 这种亲情 对 还有当学生 大家怎么给你 应付 不去做 这些朋友情 跟一般 世俗的 这些情分 其实有些不一样 我感觉说 勇敢的老婆 才不会出勇敢的女孩 等一下 有来请教一下 领域 就说 家里面 知不知道你在干嘛 因为 台湾的家庭 普遍就不希望 你子女碰政治 特别是在那种 风吹 这个 风声 鹤鹤的年代 因为你现在看 反课纲的这些学生 其实他们面临 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们的压力 不只是在 被政府抓 被太阳晒 其实最重要 还是家长 家长 如果跟你反对 你不知道 怎么回应 给他交代 所以等一下 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这本书叫 《野椎翼四水年华》 是由 洪三雄 国票金控的 董事长 跟陈凌玉 国际通商的 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 陈凌玉小姐 他们所写的 写给被召唤的青春世代 好来 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 两位来宾 他们是 这个夫妻 恩爱的夫妻 是国票金控的 董事长 洪三雄 那么洪三雄是 1970年代 这个台大学院的 学生领袖 那他现在这个 做在金融圈 非常的 非常的有名望 做得非常成功 那另外是他的夫人 陈凌玉女士 她是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 主持的律师 其实他也是很多 基金会的 这个顾问 或执行长 或董事 好 那林宇 你是南投极极人 是 你是后来就是 多大的时候搬来台北 我出生在台北 但是我小学的时候 回去台中念书 所以我那台中 师专副小 然后台中女中毕业 后来因为考上台大 全家又搬过来 所以就一直在台北 从大一住到现在 都一直在台北 你知不知道 你讲了一个 不要忍腔的北京腔 因为以前我们师专副小 不能讲台湾话 师专副小 所以你台语可以说吗 大学毕业之后 当了律师才开始学 以前没可以说 以前我讲国语 我爸爸讲台湾话 这样对 这样哦 我爸爸不会啪啪摸 他的第一个语言是台湾话 第二个是日语 国语是他第三个语言 你老板没跟你说 你背滚的 我爸爸都不管我 我们家是超自由 所以我觉得开明的父母 才有这个有创意的小孩 真的 我爸爸完全不理我 不是不理我 他完全 不会管 不管 我要念哪个学校 我要念哪个戏 都是我管 包括我弟弟妹妹 都是我这个姐姐管 他没有用框框 把你框住了 完全没有 这是很奇怪的 不是奇怪 这个是有元件的爸爸 而且不止这样 他都说我们家是 我们家有两女两男 他都 我小学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家男孩 怎么讲 男孩用拆 好心用假 好心用假 因为 丈母娘说 替女婿 婆媳 等的 房子 婆媳 在房子 都不好了 所以我们家都 刚才两男两女 两个出去 两个进来 都很好 所以 红山雄 你现在是假意 对 我经常说 我都不照 我们爸爸 我们家姐 我们爸爸 也是都说 我们女儿 照样的 跟妈妈说 你很不好意思 红山雄 说 没关系 我们也是红照 他也去 我们家旁边 都说 疼不 疼不 红山雄 疼不 你母民主文童 你爸爸知道吗 他其实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讀書都讀得很好 我早就讀第一名 他跟他聚 我讀書讀得很好 这样就好了 他不管我怎么念 我爸爸非常 很小孩 就是 我的朋友 他都希望我回来家里吃饭 因为你要交朋友 不能去外面 逛逛店 外面 逛漏水 谈恋爱 没有一种事情 你都回来我们家 来我们家吃饭 要让他看到 所以我们当时台大同学 都叫我们当时巴德客栈 为什么 因为高队那些住宿的同学 他们没钱 他就说来陈寗玉党吃饭 所以当时台大法研 法代会的办活动 都在我们当时 大家都在 他不知道我们在冲伤 我们在写文章 他就没在插 他不知道 他知道的时候 是那个训导长 已经出事了 训导长拿去 就跟他说 会抓人 那这个要寄过 而且这个寄过 要公布给全校周知 这样子 我爸回来 他是第一次跟我讲话 这辈子我一次很凶 他说 他其实我觉得不是凶 应该是他紧张之后 变成害怕 因为他紧张 他说 叫不要去插手的事情 我就说 这自由民主 我就要去辩论 我爸就说 别说 然后他就 转进去他的房间 这是唯一一次 爸爸跟我很大声的讲话 因为就转无了 转无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然后 可是其实第二天 我妈妈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 爸爸一年都没睡 他说 训导长给他一些 那个资料 他爸爸放在 那个他的抽屉里面 他说 睡到半夜 他把妈妈叫开 他说 起来把那个 沙发床垫 移开 把那些文件 又放到床垫的下面 因为他说 他怕被我看到 我会怕 所以爸爸其实 他就很担心说 我会发生什么问题 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一方面 其实在这之前 我爸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 因为三雄去跟学校炒饭 他就 不要拿学校的这个经费 去办报纸 所以三雄就叫我去拉广告 你知道吗 然后拉广告那时候 还不够 我都 我爸爸还帮我拉广告 只是他就知道 他叫他来广告 我是拿去马金户 你们爸是在最办 在国泰 那时候老国泰 国泰人寿 国泰人寿 他做高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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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帮爸爸 他帮忙 帮忙 他做高级主管 去做高级主管 他做高级主管 以前国泰人寿的中部地区 因为我当时台中女装 因为我爸爸在台中 中部地区的国泰人寿 是谁 都是爸爸把他抠起来 所以后来我考上台大的时候 我爸就说 因为要照顾 因为我身体很差 所以那时候要来台北的 到国泰人寿 那时候从副总开始 所以国泰那时候 在真正总金融 尤其是银行 是我们爸爸 所以国泰信托 是我们爸爸帮蔡万春 把创办起来的 了不起 所以爸爸是那一代的人 但是你 你老爸 他老爸地方自治 影响了红山穹 对 你是受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爸爸的那种 财经思想 还有其实爸爸是一个 很多人的选举总干事 我们爸爸自己很喜欢插政典 但是他没让我参与 他插什么的政典 以前蔡万财 他选过去 我爸爸是他的总干事 现在的陈玉梅 是议员 都说不到 对 这个是 这个是 没东西 他说是没东西 东友 陈玉梅是我们爸爸 因为陈从光很好 对对 陈从光先生是我们爸爸 一年大我爸爸十二岁 陈从光跟阿肥边也很好 对 所以玉梅的竞选总干事 第一届也是我们爸爸 是是是 我再更小一点 什么中南部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台中的 什么明镇厅长 陈锡青 张化县长 陈时英 我都学 因为他们都在我们家出入 对 我们爸爸口才很好 所以我小的时候 我们爸爸写那个 竞选的竞选 用台译下来都四个人 他只要有传团车 对传团车 我小学六年级对传团车 下课 他说 竞选择联议员 择联计就择我们自己的人 水水不能流下去百人的产 我起来就 背给我爸爸听爸爸说 这都是爸爸生的 整堆让我看 我对我爸爸很钦佩 他很努力 崇拜 对 很崇拜 他就用过日语 两个注音 说这个国语怎么讲 因为很多官都不太听台语 就那种外星人不太听 所以爸爸是给我 他最大印象 他给我很多的朋友 他都跟我说 我们家没努力 没努力 努力 努力 所以他带着我见他 我都认识很多努力 努力 的朋友 所以为什么我当律师 我当个商务律师 我跟人家很不一样 是第一个 我有学生背景 我不怕官 而且我会理直计状非常坚持 第二个是 你进了法庭或侦察庭 我看检察官跟法官也输你 那第二个是 我有很多商务背景 是因为我大学的跟着我爸爸 他要去应酬上面 其实很多时候是带着我 所以我都是 我都是先认识老一代 我先认识陈崇关 后认识陈玉美 先认识蔡万林 后认识蔡宏图 大概都是这样 我先认识那个吴火师 后认识那个 那个吴东生 所以爸爸是这样子 问一下三雄兄 你不叫他去小国 叫大国 特台大法律协训 你不叫他限制处境 什么事情 你限制处境 以前要出境 不是申请 法庙虽然是 应外到无理 但是是一个 人民出入境管理处 只属于警备总部 以前是这样 以前说 以前要去申请 那个时间 那个时代 还要严重时间 他怎么会在买 没理由 你能吃 台里 我申请 有一个申请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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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很大 所以你不能出国出国 他说免疫 我都说 我要出公 当时 他怎么会免疫 没有护照 我都八年 你连护照都没有 他都会护照 你不知道 可以用护照 给新称人的签证 没有护照 那时候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 那个时候 有别的人也是 那个王美玉 那个监察委员 他们 中文西部 的外董事 我们这本书出来 他就说 他们 他的夫家的姐姐也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 还帮陈古英 陈婉珍竞选 真的 他姐姐也是吗 他姐姐是陈婉珍的 那个助选 但是他是幕后的人 他不像我们在台面上 他一下也限制 他好像还很 拥护国民党 对 他们也限制 所以这个是 OK 好 这个我们访问的是 洪三雄跟陈领玉 那洪三雄是 国标金控的董事长 那陈领玉 是国际通商的 这个律师创办人 所以我看的这本书 其实很精彩 我感觉说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自己出钱 买五十本 来送给我们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请上脸书的粉丝页 搜寻 宝岛联播网 留下书名 那我们会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我们会主动跟您联络 你就可以拿到书了 也最意识水年华 待会儿看 其实现在太阳花 跟凡克刚学 你们怎么看 你们怎么 给这些年轻人讲一些话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国票金控的董事长 洪三雄 洪董事长 还有他的夫人 是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的 主持的律师 陈领玉 陈律师 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也最意识水年华 老实说 书我看过了 书是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真的没有读过 不晓得你没经历过 那么多的危险 要有那么大的胆量 你那个年代 要这样写很不简单 这样 那是由原神出版社出的 那请教一下 三雄雄 你现在看到 去年那个太阳花 你自己心里感想什么 太阳花也好 还是说现在的 这个访客钢活动也好 那基本上 有这样我发现 我是抱持了两个那个观感 第一个是 我觉得很遗憾 第二个我是觉得很欣慰 遗憾的是什么 遗憾的就是说 这些人的社会运动 所倡议的一个目标 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支持 可是主政者 为什么还是执迷不悟 我觉得很遗憾 没理解 那我比较感觉 要欣慰的是 过去我们常常说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 换句话说 那时候把整个社会良心的重担 换在大学生身上 可是现在不仅仅是大学生 连高中生都站出来了 换句话说 对维护真理正义的人 已经年龄层 已经慢慢的下降 这我觉得相当欣慰的事情 那当然 那么任何的这个学印 老实讲 是一个很不幸的事 所谓不幸的事是 为什么政府可以举的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 为什么政府要把这么多的疑难的困惑 嫁祸给现代的年轻人 我是觉得社会运动 你如果丹射给学生 或是农民站出来 这个政策大概就要倒了 对 因为那最历史 那最历史就说 我倒了 这样水 淹到贫筐 倒不掉了 对不对 才会站出来 所以林毅有注定 所谓的反对权利 你说的可以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去年太阳化的时候 台大法律学院就主办一个座谈会 叫做公民的不服从权利 那他其实就是说 现在德国已经是宪法层次的 说如果一个国家 你的这个政策不对的话 公民可以有反抗 叫不服从 公民的不服从是有权利 那我觉得你知道吗 这个我看到这个报道 我马上去找那些台大老师 到我家请他们吃饭 我就跟他讲说 每一个学院 最重要是老师的指导 一个学院要成功 一定要有他的论述基础 那这一点其实是学生比较薄弱的 因为学生是理想性很高 但是学生为什么会站出来 一定就是反对这个现状的不公平 不合理 所以其实你去看 学生常常讲的 他并没有办法把实质的内容 讲得很好 甚至不是那么的透彻 那天有死亡 那你去有孩子 你没看 对 但是其实学生站出来 你去看 一定是程序正义有问题 我们到底大家是看得懂 这是程序没有遵守 所以那个我 我看到那个老师 我就说我很高兴 你2014年在讲 不公民的不服从的权利 结果我自己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我在1972年那一年 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反对的权利 那年我只有大三 我写反对的权利 我说国家的政策 如果不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的时候 民众就有反对的权利 我还是有一点高兴说 我怎么大三的时候 跟现在宪法进步到不服从的权利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那是43年前 43年我大三而已 那但是我也另外一个是说 给自己家讲一下 可是一方面我得跟三重讲 我说那就是证明43年 我们讲的事情到现在没有变 我们的民主自由进步了吗 还是老样子 那我觉得这里面很痛心 但是为了学生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去找老师 要educate自己 看书 要有论述的能力 但是第二点就是说 任何学运一定要做退场的准备 没有endless的学运 无限的学运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自己要怎么退场 是要很高的智慧 其实你在看这一本书 你可以知道 我们其实是软硬兼施 不要横冲直撞 不要去做立事 我觉得不值得 你要把事情成功才是比较重要 不要轻易的牺牲 另外一个是说 从政府官员来讲 不要太轻忽学生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出来讲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带着诚意去讲话 人家是感受得到的 你讲话根本没有去对问题再讲 你现在是说吴思华吗 吴思华跟很多的为政者都是这样 讲以往 我觉得倾听是领导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跟成功的特质 我觉得没有倾听 要倾听 倾听了之后 你的response是很重要的 我们回应 你的回应也许没有办法达到 人家要的目的 但是听的人能够了解 你是真心的来解决问题 这个是人家不是傻瓜 诚不诚恳 诚不诚恳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自己当过学院 我都知道那个老师 训导长是不是很诚恳在对待我 有些是呼嚨的 我们都听得懂呼嚨 我今天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在民主生活在台大 那是1972年 我做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回来的政治系的客座 叫做黄默 他就讲一句话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学运 那我跟三雄讲太多的自由民主 然后社会就批评说 大学生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小 你们懂什么 就是这个意思 黄默老师就站出来说 今天我们大家福音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就是众人的政治 众人的政治就是先承认 大家有能力处理大家的事情 既然大学生是众人之一 为什么大学生会欠缺处理众人的能力 大学生可能欠缺某一种专业的能力 例如说他可能不知道high tech的什么东西 他可能不知道金融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这个是关系于全国的公民的议题 为什么大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果你连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都否认的话 你基本上是在否认民主政治 否认众人政治 你看这种老师话讲得多好 所以我今天 谢谢宏怡你 我很高兴说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今天我跟三牛真的只要这个 我们讲了这个话是对大家有用的 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出来 所以有人说大学生是草莓族 高中生是草莓族 你认为呢 这个是不能以偏概全 当然我们不能讲说人种里面没有草莓族 可是如果你去看有很多人是草莓 你是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 那你现在在教育部前面的学生 你怎么跟他说话 你跟他说什么 我还是讲那句话 就是说你的论述基础要弄清楚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退场的机制要想好 那其实学生应该跟老师有一些合作 而且我也相信学生不一定 有人就很简单的说 学生是受政党的利用 我在想学生那么容易受利用的吗 如果这些学生真的可以被利用 那为什么他A政党可以利用 他B政党你为什么不来利用 你说民进党自己利用 国民党你不要自己利用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因为我自己就像当时 我们1970年他们讲说 红山雄是匪谍一样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匪谍 所以不要给我们戴帽子 你知道吗 有讲过红山雄是匪谍 对啊那时候要来抓的时候 就是匪谍的嫌疑 说你是匪谍吗 是啊 他匪谍是要蹦蹦的 这本书里面其实那个区票 什么人来区票都有写出来 因为这个是张德普讯导长的回忆录 他后来自己都写了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风险很大 所以你告诉他们你是匪谍 匪谍来给你抓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是这样 我说很出名 英逢即会 那时候张德普来 训导长 总教官后来代理训导长 是怎么来了 是因为蒋经国清点他要来 蒋经国跟他讲说 因为台大是自由主义的温船 全台湾所有的大学都在我掌握里面 只有台大掌握不了 他说前思量校长的前思量 也是这个 温船也是自由主义的 前思量的前副营长 也是一样 所以他要派他去 那么这个张德普 为什么派张德普去 因为张德普是台湾的第一任 会弹营的营长 他不是金人出身 他是那个英国圣业汉大学英文系毕业的 那后来再参加所谓的抗战 什么的 转转过来的 所以他思想 他就讲是相当的新颖 相当的国际观 他原来是不想接这个担子 但是蒋经国前前后后 直接间接找了他七次 那后来他说 为什么说你是火点 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他说我火点 我在想是这样 就是说他本身认为 可能就是有这些 一些相关单位 抗议的压力 可能你被共产党渗透 对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张静老长 他就 他就不理会 他就跟展新国讲说 你要跟我去可以 我跟他一个条件 对 他说什么条件 我告诉台湾 所有大学来对的事情 由我来扶着 由我来管 任何外力 要介入台大的话 要经过他的同意 这如果有死我 我看他就厉害了 中间说 中间说 中间会寻找大人 OK 第二个抓起来 后来那时候 那时候警备总部的副总司令 从台大我就交给张德虎了 以后你们有什么事 一定要先找他 对 你们是什么 所以因为 很合文 我们很合文 我们应逢机会 可以堵住这种情势 经常会让 而且还有什么事 如果那时候张静老长 完全百万一百年 没要给我们 这也没要给我们 也没有活动 没要给我们 你如果那时候 叫他 飞碟 老实说 他会变变的 对 你成年纪就改变了 可能一起抓据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枪毙 我是无企图形 OK 我其实他们两个 那个书我有看 这很好笑 你们是在帮台大一个教授 副教授 胡玄 对 做你一个路边的 你们家很小间 对 你那里做总部 对 做海报 没有错 说实话 台湾的母 通常来说 老公的 别的 我们不要去摸这个 对不对 我们生活没有在拍过 对 陈宁玉还是义无反顾 好 不过这一对夫妻 还好 台湾有你们真好 这个是国票金控的 董事长洪三雄 还有这个国际通商的 这个律师 陈宁玉 陈律师 他们写了一个 也追忆 四水年华 这本书我看过 我觉得非常精彩 那么我自己出钱 买50本 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要爱 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粉丝页 来搜寻 宝岛联播网 留下书名 也追忆 四水年华 那我们会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主动跟您联络 来送书 来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宏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国票金控的董事长洪三雄 还有他的这个 安娜达 是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陈灵玉 陈律师 他们两个是最早期台湾 台大学院的学生领袖 那么比这个 野百合 早20年 早20年 那个时代 老实说 很恐怖 老白老母都说 点点 小孩 有钱 没钱 政治 没钱 这样 可是他们两个竟然 这样就撩下去 好家材 玩得好文 没 没 现在更一件 你 臭都发出来 好家材 还留着 那还留着 所以他们才有机会 写这本书 叫野椎翼四水年华 写给被召唤的青春世代 这样 那 最早的台湾学院的学生领袖 我看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你们也帮了科匹 科匹就为 撒在乎人说 你也不败 听他说你们找老师 你们找上老师 我找这指红车的执行长 李永峰 美国 美国 美国看起来是一个 很糟糕的人 而且他说话也很糟糕 但是 他有那种智慧 有那种能力 来教人说 你要怎么去 面对 人跟人之间的 这种 面对 你感觉说科匹是 哪里 需要再调教 因为他在吹花的时候 听他说话就是 是科匹去吹你 他来吹花 他好奇 从这种学运分子 后来变成 社会上的一个 金融界 他主动来吹就对了 颜胜罐 师议员 开工后 到有时间 来找我 他来找我 就说这人我们就 公园也好 幕称也好 都不是政治人 素人 他要怎么去插政地 但是 他一天他告诉我 他是怎么 他要用白色力量 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听听了 他说 这个人也很感心 一个医生那么好 这件 起来 要为这个 就都在台台交叉了 好 我说 好 我会跟你支持 所以他出去 我随时 你必须是一个 最起码 要有政治面貌的人 政治面貌 对 因为你一定要 比如说 老板是 爱什么样的人 那么你要必须是 他爱的人的那种形象 形象 应该说形象 还可以 所以我就说 如果这样 那些 我随时也会说 这事情你瞧一下 他讲一句 山雄 他说他讲一句 很有趣的话 柯P说 因为他面对的都是那种 眼睛不会看 不会动的人 他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握手 因为他是个医生 他看的都是重症 所以他 面对群众 他都不知道眼睛要放在哪里 怎么样跟人家握手 他那时候讲得很有趣 怎么握手 怎么讲话的 口音 那个 音调 所以三雄才叫人家去教他 但是很重要是三雄 请这个 李永峰教他之前 他跟他讲说 你如果要请我帮忙 我先带你去见三个人 他说第一个去见 银海光基金会 你要懂得 要维护自由 民主人权 银海光已经走了 走了 他就是我们的 我们也没见过他 可是我受他影响 因为我是在警卫当时 我一直说你爱下去 下去之后你爱了解到 为政者 极其主义自由民主 的这个过程 的前辈 因为算我们都我们的前辈 人家极其王子 所以你一定不能违背到自由民主的理念 所以他怎么说基金会 对 对 陈文诚 陈文诚基金会 那时候刚刚在台台开始学生代表会 研究生学会 他要给他做一个纪念碑 本来也没同意 现在也同意 现在也同意 那时候也是基金会的董事 我们当初来去 我们来去 最后让人认识 你也是认同于陈文诚这个事情 你觉得美国会咬掉了吗 咬掉了我认识不错 我这样哦 效果很好 我是觉得搞得不错 因为科匹都没错 他真的效果 因为他其实很聪明的 你大概一点他 他就知道了 到时候很聪明 这样哦 他非常聪明 李永峰 他奏好美国 这个人 是两面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调教科匹 调教得不错 但是你知道我出国的时候 有叫他来来台班两天 真的 哎呀 夭壮 来 奏一个电台 他那边笑他 对 NCC 你所托非人 对 他结果 美国叫吴念珍来做来宾 吴念珍在节目说 郑鸿宇这人一定没有朋友 哪会叫这种人来台班 因为他没有三字经 他句子不会完成 我不知道说这不太好主持 一直唱一直唱 竟然就一段时间过 为什么他如果没有咬科匹 对啊 太好笑 你觉得科匹现在做了怎么 满意吗 很难用一语以盖之 真的 给他一点时间看看 再给他一点时间 还有再观察 对 没有很满意 也不算不满意 对 说话还可以接受 那我的理由是因为 他 第一个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你没有改变政治生态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直在说 你政党非轮替不可 对 不然你看 中后世路 那条的什么到 公共事事务到 对对对 七年用在那 感觉这样 你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是 今天说那条 要把它封掉 封掉之后大家在这 我怎么够这么好 但是他让我们台湾人 派塞这 七年 我是这样看 就是说我特别来看 他在做决策 不然我都 有时候念一把冷汗 有时候是摇头 有时候是摇头 有时候是不满意 有时候是满意 但是说 我都想说 总算没法 连胜文族 搞不好连胜文族 其实这个政党轮替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像你知道吗 金融业 你的每一个主管 你要强迫休假 休假不是说你很疼 是说休假你离开位置 来看看 别来看看你这边 有没有什么做的 坏障 坏障 不应该藏的东西 所以这轮替就是这样 你人在做一定有它的盲点 甚至为什么有 讲更不好的 说明有贪污 还是什么 藏污纳扣的 所以你这个轮替 轮替不一定会更好 但是你不改变 一定会堕落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这个亦底 是这样子 我们访问的是 国票金控的董事长 洪三雄 还有他的夫人 陈宁玉女士 陈宁玉是 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的 主持律师 他们贤抗力 写了一本书叫 也追忆四水年华 是由原神出版 老实讲 写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浅显易懂 那么我自己出钱买五十本 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要爱 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 粉丝页来搜寻 宝岛联播网 留下书名 也追忆四水年华 那我们会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主动跟您联络来送书 感谢三雄 感谢凌玉 谢谢 台湾有你们 真温乱 谢谢 怎么了 谢谢各位听众 话事先听我们说故事 继续打拼 谢谢 大家 好 再见 明明见 拜拜